多的这个死刑的人数被判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人被判死刑 我想要把这个死刑人数降低的努力 就是奏效还不够 的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在过去30年当中 许多领域都有很多进步 但是为什么就偏偏在人权这个领域 没有同等的进步呢 中国政府到底在怕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呢 为什么不让他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呢 我想这个问题呢 就是长期来说 你如果要让大家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不担心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现在呢有一位网友 他通过电子邮件呢 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他说呢 政治权利就是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制度的权利 说人民呢 没有政治权利就无法制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经济制度 司法制度等决定社会利益分配的具体制度 他说目前在中共的制度下呢 权贵利益集团合法的侵占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们生活奢华 多数民众呢 辛苦劳动 却生活艰难 他说这表面上是经济制度问题 其实根源呢 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而中国官员说呢 生存权才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人民生活改善了 就是人权改善了 那么请专家谈谈 生存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关系 好的 我们大概一个月之后呢 要推出一个新的报告 这个报告呢 是在看在 比如说制造电池的工厂附近的环境污染问题 这些电池呢 里面都是含铅的 那这个报告特别会谈到对于儿童的这个环保的影响 对于儿童身体环保污染对他们的影响 而且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官员呢 他们呢 从省级这边呢 拿到的信息呢 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各省当中呢 他们要追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发展 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呢 他们就决定要让这些公司 他们在运作业务的时候呢 对于当地的人口会有非常多健康的危害 而且呢 他也不见得会去提供医疗的照顾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让这些环保的公害问题公开 这就是我所谓的 一方面呢 你是要确保经济可以不断的发展 这和保护人权之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不能说 这个工厂在污染 我的孩子受到影响了 那你不能 在这样子的情况上 就是要求工厂关门的话呢 那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会带来健康上面的 要付出健康上的代价 好的 现在呢 继续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我们六条线都是满的 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 长话短说 减明额要的表达您自己的观点 最好是提出一些问题 让我们的嘉宾来解答 好的 下一位是江苏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主任 请讲 我想说 我想发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想说的是 中国5000年的这个历史 其实是一种专制的历史 但是很多人呢 把它当成了一种 这个5000年的这个优良传统 现在呢 已经这个黑白颠倒了 真假不分了 所以说任何这个 顿时的这个话语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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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意的这个语言 已经这个 已经这个说起来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 下一位湖北的王先生 湖北王先生你好 湖北的王先生 请抓紧时间 你好 你好 喂你好 可以讲了吗 请讲 抓紧时间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请问专家 嘉宾 中国针对美国的那个人权报告啊 提出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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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出来 我想问的就是呢 他这个态度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缺乏诚意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关于那个政治改革民主进程会乱 这是西太后原来就有这个说法 任何独裁的政府 他都是这样找了一个逻辑 可以看到东欧和前苏联 包括现在的北非 他们从利比亚以外都没有烂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国家犯罪和个人犯罪的一个区别 像中国体重人权的问题指责美国呢 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呢 它是一个政府层面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举一个案例就是说 这个腐败问题 它是从一个个体的一个腐败 上升到一个阶层集团的一个腐败犯罪 还有食品安全 还有那个环保问题 还有那个政治问题 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 它都是政府层面的问题 它不是个人问题 那么它指责美国是一个个人问题 好的 湖北的王先生 您这三个问题呢 我们的嘉宾一会会回应您的 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 中国人权改善吧 就是 只说是有一点进步 但是只能说 但我感觉到就是说 在隐身之中 尤其是我们私下里 谈到哪个国家 大事 说些某个坏话 骂骂谁 就是说这方面 还是有所改善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人权的小小的人权改善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美国之音和欧美那个领导人 每次来中国都对中国政府施压 所以说我们脑袭看不清这个问题 如果说不给中国政府施压的话 我们说话都不敢乱说 不敢对我骂 骂胡言 不敢骂 所以说这我要感谢美国之音的媒体 还有那个西方的领导人来中国对中国进行施压 好的 湖北的 张先生谢谢您 谢谢您提出的评论 刚才我们的听众呢 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有人提出了很尖锐的一些问题 请您综合回应一下 好的 刚才最后一位先生 他说的呢 我也同意 但我同时也认为呢 有 在中国内部呢 的确有很多很多 保卫人权的人 他们不见得会自称为 人权人士 但是呢 在中国的地方呢 有很多人的确是去呼吁 比如说要降低环境污染啊 要去 会去写一些批评的文章啊 然后问说 为什么没有选举啊 等等 的确是有这些人士的 他们非常非常的聪明 而且也非常的努力 你想办法要去奉行这些价值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尊重他们 那另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 每一年 美国的国务院都会 提出这个人权的报告 但是这个报告呢 是批评其他各个国家 但是呢 却没有报告自己 美国国内的状况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中国提出来的人权 对不起